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回她发现 我真的签了离婚协议 不要方家的财富 更不要她 妻子和前任喝了酒 搂搂抱抱地去了酒店 她闺蜜发来看好戏的表情 方语 你连贺静之的一根毛都比不过 哪怕使了手段 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 我苦笑 有些事没必要对外人说 坐在不远处台阶上盯着酒店大门 看守的保安路过 撇了我无数次 我从大中华里抽出烟 笑着甩给她一盒 来一根 男人有时候挺好懂的 保安接过烟 秀了下 看你西装革履的 怎么不进去 她看我还在看着酒店大堂门 就走到我身边 人生要想过的去 头上总的带点绿 我瞥了她一眼 差点把她烟抽走 她善善一笑 哥们 好烟啊 方切儿讨厌烟味 我后来就极少抽烟 有时候避不了烟酒应酬 也会提前收拾了一身 应酬味 再回家 可现在 我在楼下静静吸着烟 一根一根 或许只是夹着烟 在烟雾缭绕中 香烟就像是一种麻痹 摆油路上的车来来回回 酒店的人进进出出 我的念头也来来回回 进出变动 老爷子走后 方家在我的死撑下 已经盘火了 似乎我也没用了 凌晨四点 天上有些黑泛白 我脚踩灭了烟 将剩下的没拆的全喊住了那保安 丢给了她 到底是拿人手软 她接过烟 想了想 说 哥们 有需要找我 范围内的 还是能帮帮的 我笑了笑 没说话 我驾着车到了公墓 半黑不黑的天 我如常地寻到那墓碑前 坐在地上 老爷子 我怕是不能和你一了 当年你把我从孤儿院接出来 我给你磕头认爹 你没同意 你要我照顾倩倩 当你的女婿 如今啊 你瞧 咱俩还是半路父子的命 我说着 眼睛 鼻子 喉咙都在发酸 当年 公司危急 老爷子死命令 拦了倩倩出国 她躺病床上 插着氧气管说 方雨呀 是我对不住你 远想着 以后要是不合适 就当兄妹处 可现在 倩倩被宠得没长大 谈的是个畜生 我同她说实话 她只当是欺瞒威胁 你也看着的 知道她人不坏的 她对感情真 要是结了婚 就绝不会出格的 日子久了 她就会放弃 就会好好同你过日子 她满是期盼地说着恳求 说得急了 呼吸就不稳 监控的机器 跟着发出尖锐的急救声 我哪里拒绝的出口 方倩倩是红着眼 同我结婚的 我们喜事不久 老爷子就走了 好在 她是笑着走的 我捂住了眼 忍住喉咙的哽咽 你看啊 倩倩这十来年已经长大了 对公司也能够独当一面了 我在不在 她都能好好的 我 我到底还是痛苦的 可男人的眼泪不能试人 男人的膝盖不能弯了 可我 累呀 老爷子去了 里面的人可有心思 群狼环伺的时候 人一软就没了 可也不能硬 大大小小的供货商 供应链 你不去跟人低头说好话 不喝酒请吃饭 丢下脸面跟膝盖 谁大理你 老爷子 我累呀 我的膝盖为公司软了太久 跪了太久 我天天对人笑 又回公司凶狠 倩倩总是看不上我 骂我不是东西 欺软怕硬 她看不起我对外的软骨头 又增我对内的硬脾气 公司作乱的前辈求她面前 我又跟她说不清楚 弯弯道道 我说 小时候跟老爷子你一起打拼的兄弟 抱过她的叔叔伯伯 现在要她的命 她信吗 也许是积压的久了 也许是到了时候 这一刻 我膝盖跪下了地上 同老爷子说了个清楚 最后 我给她认认真真磕了三个想头 老爷子 对不住了 这是我方雨当男人的唯一一点泄性了 天空泛起了雨堵白 我的人生也该往前走了 一晚上没睡 却也还是清醒极了 老爷子从孤儿院带我出来 养了我十来年 我也给老爷子打了十年工 方切更是名牌专业出来的 对如今的商务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手段 如今 什么都不差了 我翻出了她丢给我的离婚协议 当时是按下来 没想签 如今 也是该签字让位的时候了 方切 哪天去民政局把离婚证扯了吧 我给她发了短信 就收拾好了东西 搬走了 她没回我 这个点也是 或许翻云覆雨 还在酣睡 我已经分不清自己心里的难受与痛苦了 可跟着那短信过去的 就是释然 就这样恩情两宵吧 如同她闺蜜骂的话 我连贺静之一根毛都比不过 不是我的 终究不是我的 方雨 你发什么疯 屋子里怎么都是烟味 你能不能把应酬的那一套滚出家 还有人是说你没来公司 别以为你姓方 这就是你的了 方家的公司是我爸的 是他就给我的 你一上门女婿 我正安着新家 手机响个不停 一打开就看到这么一连串的怒吼 她发现了我留在家里的一小灰带去的烟味 却没发现屋子空了的我的东西 她知道我没去公司 却不肯听人士多一句我离职了 什么都没意思极了 我想了下 怕是我摆在她屋子的离婚协议 她都没看见 于是又临时打了份 叫了闪送 都离婚了 以后也不用谈与我 相看两生宴 在我离开的第三晚 第一个给我消息的不是她 而是她闺蜜的截图 贺静芝公然在朋友圈发了 我同方倩签字的离婚协议 配字 礼物 那闺蜜又到 算你失去 倩钱再选戒指 要求婚了 这才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不是你死皮赖脸 我没再看 只是把她拉黑了 不过还是呆呆看着那图愣了一瞬 她连离开的脸面都不给了 我好像他们之间的第三者 是害他们别离的那个恶人 方倩 真是把我最后的情谊 都在脚底下 我是不是网络上说的那种舔狗 其实 我当年也有喜欢的姑娘啊 可是 当老爷子 方倩成了责任 我就全都舍弃了 无名的悲哀 有公司给我发来邀请 还有一个未知的号码夹在中间 我后悔放手了 这次是她不珍惜你 你是我的 我和徐薇吃饭的时候都没反应过来 这丫头 还是那么疯疯活活 不 不该叫丫头了 优雅的让人不感认 方语 本姑娘单身 你也单身 可追吗 她从发短信到见面 真就两个小时 见面第一句话 也是直达主题 我都傻愣住了 我 方语 你在这 突然的一声怒吼 随着高跟鞋踩在地面 直直剁出哒哒的愤怒 这就是你出轨的理由 方倩儿红了眼 愤恨地瞪着徐薇 牙齿咯咯作响 她更是将一纸离婚协议 砸我脸上 黄色的油脂 白色的奶油糕点 都进入 精心地布置 瞬间变得凌乱不堪 我抬头看着她 脸上的砸得疼 似乎在隐痛 她陡然被我盯得发虚 又在瞥见徐薇的时候 却越发傲慢 你不要脸 她又盯着我 愤恨道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 我冷脸打断她的话 找了我三天吗 领离婚协议 现在就去 她张了张嘴 愣住了 咬住嘴唇 看了眼徐薇 勉强算是服软道 有什么话 我们私下解决 何必到万人面前 看了笑话 这不是你 污蔑徐薇的理由 人家一个好姑娘 跟你不一样 我语气严肃 对她毫不留情 方切儿不相信地 睁大眼睛 一下子水雾 就弥漫了整个眼 你什么意思 你为了她凶我 你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凶我 徐薇的脸上喜悦冒出 又看着我 强按下去 可还是抑制不住地 弯了两个眼睛 她在看着一桌 被坏了的布置 轻笑 方切儿 你可真会倒打一耙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无耻 出轨的是 你可以感情混乱 我可是清清白白的人家 好姑娘 徐薇拿出了手机 上面的照片 有方切儿和贺静之 搂搂抱抱的 吃饭的 进酒店的 亲密至极 方切儿脸色苍白 慌张地看着我 这是假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可是 把我当傻子 侮辱 我不会再回公司帮你 也不会再和你当名义夫妻 如果你肚里有孩子 更别找我 她错愕地看着 又看着接下来的截图 她闺蜜挑衅的话 贺静之的明示 你和她都已经光明正大的 在朋友圈发表爱的宣言了 怎么还扒着我不放 方切儿急切解释 我不是 我们青梅竹马 相处了 所以这就是你伤害我的理由 她张了张嘴 愣住了 确实 我连贺静之的一根毛 都比不过 所以 你跟她大晚上去酒店 怎么 她没满足你 清清白白地相处十年 在一晚上 功德圆满 贺静之的一句词 发在朋友圈 听影会 金风玉露异相逢 变胜却人间无数 这是我第一次把恶毒语言 用在她身上 她的脸惨无血色 在方切儿发疯拿东西砸我时 徐薇不惯着她 按她一脸蛋糕 我抓住徐薇的手 对她说 方切儿 消息传出来 公司动荡 但你已经长大了 我不会再帮你 方切儿眼里 闪过一丝得意 根本没听我的话 她只得意地看着徐薇 看着我说 我就知道你会护着我 跟着抹掉蛋糕 呃狠狠地瞪着徐薇 你按好她 我要让她给我道歉 我看她还敢不敢 徐薇静静看着我 很安静 我在她的安静里 在她反手握住我的信任里 突然说不出的难受 可方切儿还在狂吠一样 别想让我轻易原谅你 我复杂地看看徐薇 无声地她似乎看懂了我眼里的话 你从来都是最好的 有人眼瞎 我不瞎 她轻声说 被她当成空气的方切儿 愣了下 再看看我 又开始急切和生气 我看得出她不想 但她又不会服软 一旦我不给她下来的台阶 方语 你连她一根毛都比不上 她疯了一样的吼 嗯 屌毛 我轻松地答 我抓住方切儿的手 推开她 在她踉跷的步子里 在她仿佛被高跟鞋 崴了脚的痛苦里 视而不见地 童徐薇往外走 一步都没有回头 背后 丢下的哭声越来越响 方切儿当公主太久 学不会低头 就像她固执地认为 我对方家的财产 辛苦赚出来的 舍不得放手 她没有签字离婚 就公然把贺静芝 带到了公司 又以方式掌权者的身份 给她安排了职位 不多不少 就是我原来的 她的取而代之 引来了一部分的看笑话 比如有的说 姓方的 你像一条狗 给她方切儿看家护院 现在就这么被赶跑了 看来方老爷子 当年接你 就是接一条狗啊 还有人 为我打抱不平 发消息安慰 兄弟 这方切儿太不当人了 我给你介绍个好的 要知道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担恋一枝花 还有人勾搭我 方先生 您的能力 我们看得到 有机会 不妨来公司聊聊 我没有回他们话 也不想回他们话 无论她方切儿怎么样 老爷子当年 确实带我出来 给我机会 让我有了如今的能力 我方语 做不出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的事 可能 这也是当年老爷子 在一众人等看上我的原因 哪怕知道是算计 我也认了 我想 我这十来年 还她一个公司也够了 只是 奇怪的是 方切儿越是大张旗鼓 却越雷声大于点小 到现在 都不给她贺静之一个身份 也不愿签离婚协议 正当我一获的时候 这个雷就爆了 大约是公司的对家 警号八一八方式总裁的恩怨情仇 警号私生活混乱的女总裁方切儿 没有第一时间处理 却给我打了电话 她哭诉着 都怪你 你要是低头好好说话 我就不会为了气你 把她带进来 方语哥哥 我现在该我们办啊 正在滴恩赐缠着我的的徐薇 瞪了我一眼 然后 把刚才温柔小姨包了的虾 一口一个 咬得森森白牙藏不住 咯吱咯吱 我就觉得 牙疼 肉也疼 我不再看她 反手挂了电话 又拍了桌子处 我和她的手 徐薇愣了下 我尴尬一笑 本想早点解决 没了烦心是在公开 没想到出了意外 她的脸一红 羞难起来 应该是意识到了 我打开了原本的网络账号 在at了一些人 和媒体 虽然离开了 但生意场上的社交 还是没少的 方家也确实在 一穷二白的我面前 给了个登高的平台 照片 JPG 感谢关注 协议婚姻 已经和平分手 勿将私人生活影响公司 愿各种安好 请勿打扰 方倩最早的签字的离婚协议上 有时间 足以证明 其实一早就分了 她不愿公开的 我公开了 方倩看到 就又发疯了 没有协议离婚 我们还是夫妻 那个女人是小三 我看了第一次怀疑 她是有脑子 还是没脑子 方倩开车堵住我 她撞停了我的车 知道我不见她 就等了一晚上 看到徐薇和我一起 没出来 毕竟高档住宅 不会轻易放人 到了早上 开机的电话 密密麻麻的语音和未接 最后就是 我可以不介意你做的事 方语 我们和好吧 我回了她 傻X 她破房了 方家不是她的一言之堂 贺靖之拿到辞退的文书时 整个人都是不可置信的 她站在了方氏集团的大楼顶 你要为她赶我走 当年你爹赶我走 现在 你又为她赶我走 她忧郁地站着 笑着 突然往后一倒 吓得方倩失了分寸 大喊着冲上去 不要 贺靖之手抓住栏杆 顿了下 露出好看的脸 深情款款的眼 眨也不眨地看着她说 从学校别离 我们已经没了一个十年 现在 是你把我带到了公司的 是你先开始的 她说着要求 我要你同她签了离婚协议 我能知晓这一切 多亏了她后来不知道 怎得搞到我的联系方式 在发现我真没回头的意思时 话语一转说 你不想要离婚吗 想就来公司 于是 我就来到了公司 看到了开局这一幕 演得真好 方倩 我爱你呀 贺靖之穿着西装 精致地打扮 带电了眼睛 又渲染了悲剧的忧郁 她露出的手腕 多了一道愈合的疤痕 看似就像为情所困的男人 方倩急切应声 好 贺靖之笑了 她一手指着我 那就去吧 方倩如同卡住脖子 僵硬地看着我 动不了 可是 贺靖之垂下眼帘 忧郁问 你是在骗我吗 她的脚往外动了动 身子也动了动 方倩吓住了 猛然拽住我 边回头安抚 我这就去 她忘了僵持这么久 楼下早搭好了 救援的充气垫 忘了关注她私生活的记者 以及口口声声 还想和好的话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默然地 同她拿了离婚证 再对贺靖之回了个谢谢 走出登记处 外面阳光正好 她愁眉苦脸地 小声同我说 我不是真的想 等结束 我们复婚 我轻笑了声 这次是在她眼前 说 傻X 然后头也不回的招呼车 走了 上车的时候 还听到她嘟囔着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 但你理解理解我 她的话 我不想听 她应该 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贺靖之跑我面前 找存在感 方倩明明领了离婚证 却还不愿意同她结婚 方瑜 你到底给她下了什么骨 你明明就是方家的一条狗 可为什么 她将目光盯在了我身上 我不想搭理时 又听她问了句 难道你不想报复她 付出了十来年的公司 你这个功臣说 丢掉就丢掉 她不意在先 你何不跟我一起 拿下方氏集团 说出这句话的贺靖之 同高楼上忧郁的她 完全不同 一双眼睛里 写满了勃勃野心 我们一起拿下 四六分 她是男人 更自诩最懂男人 没有男人能忍受背叛 没有男人在背叛后 对利益不动心 我静静看着她 谁四谁六 她脸下眉目 有些不甘心的愤怒 说 我四你六 说的时候 有点咬牙切齿 说完就变得 犹如最奸诈的商人 我倾向 你和当年还是一样 她沉沉看着我 我沉下脸 一拳头砸了过去 我不帮她 不代表我能看着人伤她 徐薇安静地 给我擦拭伤口 我很难过 她的眼泪突然落下 砸到了我的伤口处 很重 也很疼 那一滴落的眼泪 像是渗进了我的心里 对不起 我心脏骤然紧张 明明知道 该彻底与方式隔开 还做了这样的事 我想了无数该道歉的话 可任何一句 都比不上她下一句的温柔 我知道 你是一个最好的人 重情重义 能被你放在心里 是福气 可是 看见你受伤 我还是很难过 难过你受伤 难过又极度方茜这样被你护着 却不珍惜 我的心脏狠狠地跳动 突然 想抱住她 我也就抱住了她 对不起 我该更注重你的感受 以后 你是唯一重要的 我的家人 随着这句话 我的心里彻彻底底做了决定 方茜 我不会再管她了 无论生或者死 人有私心的 我的私心 自此变成了徐薇 看她不太相信 但仍然一如既往的样子 我想到了当初的自己 这样真挚的心 值得呵护 贺静之顶着一身伤 出现在公众面前 方茜打来电话 骂了我一顿 最后她说 我会按下这件事 但你也得给她道个歉 我问 你知道她想干什么 想要什么吗 她不耐道 我知道 她就是太不安了 可是我已经说了陪她 也只是做朋友 她又说道 我在爷爷面前保证过 方语 我保证 你是唯一的方家的人 所以 你能不能不要闹了 方茜说的对 我对她太心软了 就是因为恩义的裹挟 当年 老爷子的做主强迫 没有掩藏的必要了 我把贺静之在出国前 伪装的身份放出来 她当年盯上的不止方茜 可惜的是 在工程时刻 方家岌岌可危 多个其他的鱼 已经快暴露 几方势力下 逼得出国逃难 但她确实有实力 那个时候和老爷子谈判着 做了交易 几句话 让方茜愿意同我结婚 贺静之的忧郁 是一种很能打的利器 她太懂女人的心 也太懂如何利用女人的心 来谋取利益 她给了方茜三句话 第一 她曾为方茜自杀过 第二 她极恨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逼迫她放弃 第三 难道不想追回方语吗 你知道的 我在酒店并没有碰你 因为你还想着她 倩倩 只要是你想的 我都会为你实现 她深情且忧郁的眼睛 像是破碎了一般 方茜迟疑了 她们的话换了一份说辞 但是网上很快出现了一份 模糊晃动的视频 要不是她玩不开 我还真要试试 说话的人是贺静之 女人是方茜 挺主动的 竟是一面之圆的保安出的手 老子最看不惯这种人了 我去的时候 保安已经被辞退 因为一条香烟 她违背了职业 我是听人说的 方茜找过去 拿拳是逼她 叫她吐了一口痰 她说 我从没看见过一个大男人 那么难过绝望 她说 你跟人进去了 她就在楼下等了一晚上 也看了一晚上 她说 酒店的台阶有多少步 上去下来要几分钟 她度量了 不知道了多少回 她说 一根香烟 从头燃到尾 又从尾烧了手指 都没反应 她说 我干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发现有的男人 笑的时候是哭的 她说 不过是个几千块钱 死工资的保安 老子就出这么一回头 血腥一把了 这个保安 可真是 原来 男人真的挺能懂男人的 原来 他撇了我无数次 是怕我做傻事 想起给他抽的那盒烟 也竟然让他在事后 不断关注我 得了这么些东西 我记起来了他的脸 还有那句嬉笑又随意的话 哥们 有需要找我 范围内的 还是能帮帮的 下次 有机会见到 我想 再请他抽包烟 喊句哥们 随之曝光的 还有贺静之找我的四六分 我将对方家的多年付出 一一列出 恩情已还 事后 贺静之仓促着 把一些方家的资料 给了其他公司的人 他想选择一个 体面的方式离开 可方倩愿意吗 十年前的方倩 是一无所知的天真 十年后的他 或许早就模糊意识到了 但他想着 我这条狗不会走 又想着 弥补当年的遗憾 他想要的 总是能得到 太轻易了 轻易地让他忘记了 有些东西 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才显得轻易 他又笑又哭 贺静之叫他的人绑起来 带到了我面前 我也是受了他的哄骗 我静静看着他 他不理智的时候 很多 这一刻 他仿佛回到了 当年的那个小女孩 方语哥哥 你不能不要我 你不能同我离开 你说过的 你在我爷爷面前 保证过的 要照顾我一辈子 我静静地拨打了 报警的电话 说了坐标位置 在警察过来的途中 我对着他说 我不是你的谁 你做错事的时候 不要总是把锅甩给我 我很烦 我说得很平淡 方切儿却浑身都在颤抖 尖叫着蹲在地上 双手捂住耳朵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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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 在做错事后 用错误的方式讨好 然后等待大人擦屁股后 再讨好的笑笑 可成人从 不会用孩子的方式运行 所以 当警察过来的时候 当我默然看着他 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他有些崩溃 方语 你欠我方家的 你一辈子都还不清 他威胁着 嘶吼着 也绝望着 似乎在层层伤害后 只有方老爷子的恩 贺静芝因为情感诈骗 与出卖公司信息的是进去了 方切到底没来得及 做出大事 就被关进去教育了一阵子 放了出来 在此期间 我和徐薇扯了症 因为那些糟心事 徐薇以为我又要回头 帮方切了 他喝醉了酒 然后要了我 再还没从丢脸中走出来 他就怀孕了 想要带球跑 看着验孕棒 以及他收拾空了的屋子 我就想起来 方切和贺静芝的 糟心事 我收拾空自己东西的时候 是签离婚协议的 这么一想 就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跑去找徐薇的时候 遇到了方切 她的脸上有些苍白 又带着一种病态的兴奋 我犹豫了下 还是喊住她 方切 她的眼睛亮起来 直直看着我 我知道你和徐薇 各有信息渠道 她监视你 你也在监视她 看在我帮助方家 那么多年的份上 可以告诉我她在哪吗 方切愣住 眼神瞬间暗淡下来 她就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 没有她 我就会死 话音一落 我骤然听到了 支吾声 撞动声 我寻望声援处 身上渗出了 又一层冷汗 方切也发现了 她有些诡异地看着我 这时候 我发现了那车的血迹 我的身体开始颤抖 盯着方切问 是她吗 你做的 她正正盯着我 脸色苍白 我从她的眸光里 看到了一头 濒临绝境的野兽 她说 你为了她 想要我的命 你甚至也不再想 坚持法律 我没说话 但我的行动证明了 她猛然跑向了车后座 拽过了里面的人 徐薇没事 我的心一松 可方切拽着她没松手 她盯着我看得很认真 我的心又悬起来 我们不能回到以前了吗 她问 有些事不能错 错了就没有回头路的 在我说完这话后 她愣了许久 静静地站着 却仿佛人已经离开了躯体 她又问我 如果我说 我和贺静芝没有上床呢 如果我早点认清楚 自己的心意 跟你道歉说清楚 我们会不会 我摇了摇头 轻声阻止了她后面的话 世上没有如果 已经晚了 我老婆 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如果你来祝福 我很高兴 就当多年前的一个妹妹 如果你来破坏 我会为了保护她 不会留情 我看到了方切眼里 一闪即逝的暗色 冷静地像冰山 疯狂地也像冰山 就是冰山一角的冰山 我又看着徐薇 这世界唯一的徐薇 对她表白 万一的时候 我会陪她 但我绝对要让她知道我的心意 她是我的家 我的逆临 就像曾经的我一样 方切儿的眼睛湿了 她轻声问 就像曾经的你一样 我点头 方雨哥哥 她的崩溃和狠辣 在一瞬间冻住 她的手在抖 身子在抖 最后松开了徐薇 跪在地上 哭 声音越来越大 又越来越小 几乎只有一团黑影在抽动 嗓子无声的嚎叫 像是呕出灵魂 看得我恍惚想起很早的 模糊的记忆里 小我几岁的她 也是在下雨天 或者看了鬼怪的电影 会这样瑟瑟发抖的害怕 她喊我 方雨哥哥 我怕 方雨哥哥 保护我 幼稚的同音 消散在空气中 我又听到了 她的一声方雨哥哥 这是我们结婚到 别离的十来年里 第三次 却也是彻底的别离了 方雨哥哥 对不起 我以为 我做错了事 总会有人在 可我也忘了 人也是会散的 许多年前 她不想贺敬之分开 后来 她不想和我分开 但是 人与人 哪有什么天长地久的一辈子 如果不珍惜 就没有以后的 感谢方切 经历了这一次 徐薇没有离开 反而答应了我的求婚 我开车 带着徐薇去民政局时 路上竟遇到了那个保安 他妈妈咧咧的 我拉下车窗 喂 哥们 在他旺来时 给他丢了一整盒 大中华香烟 他先是一愣 有些迟疑 结婚的 喜庆 他咧嘴 就毫不客气地收了 开了门 劲儿一笑 哥们 你看我说了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新嫂子漂亮实货 好生活幸福自来 我朝他笑笑 递给他一张名片 如果有需要 可以去试试 我们没有提一句那天的事 但我们都知道 心照不宣地知道 君头我以木桃 我抱之以琼瑶 匪豹也 勇以为豪也 我侧头对徐薇解释了下 他只是笑咪咪看着我 我家哥哥 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他的眼睛亮亮的 像是星星在眨 看得我莫名的甜 随着事情的落幕 我看到了警方的通告 日期就在方切儿 抓徐薇的那天 贺静之被方切儿弄出来了 得知他被撞残在医院的时候 我一阵后怕 没想到 方切儿会这样疯 那天 他开车寻我的时候 如果我粗心没发现徐薇 是不是徐薇和杜里的孩子就完了 徐薇一直抱着我说过去了 可我还是怕 好在 当时我先见到的他 白手空拳的他 只是抓住了徐薇威胁着我 徐薇见我忧心忡忡地厉害 忍不住在我面前 一拳头砸到了桌子 并且不顾肚子 给了我一记过肩摔 在我的头晕目眩里 他羞羞弱弱地说 老公 人家也不想的 可是 我刚想起来 以前的实力 我 摔得还挺疼 力气也还挺大 但我有些甘之如意地 继续给他扭瓶盖 包瞎 我想 这种生活要久久的 多年前 方家给了我一个家 后来 发现是假的 如今 我真有了个自己的假 嘿嘿 挺享受这种 被全心依靠的感觉 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 自那之后 老婆好像突破了封印 看到他突然 抬着沙发要碾猫 我瞬间又白了脸 声音发颤 哎 老婆你别动别动 我来 翻外 我发现了一个日记 方茄的 他恨我 恨老爷子 后面的我没看 因为我有我的徐薇 我的宝宝 我有家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